9月份我突发奇想 决定搬来北京住半个月 其实我非常清楚 自己不喜欢四平八晚的生活 这种按部就班的日子 你让我过几天可以 一直这样可不行 人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 更何况是身为水瓶座的我 所以我总想要捯饰点什么新鲜东西 现在准备出门去买点菜 晚上约了朋友来家里面做饭吃 疯狂撒粉 然后就把它焖熟一下 焖熟 没有盖怎么办 看这个 看这个 我们要做土豆泥了 我们的甜品 好了 这些就是我们的主食 喝了点酒 脑子里有着半真半假的愉悦和陶醉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秋日的清爽 忙碌的充实 高质量的交谈 无限的机遇和挑战 哈喽大家 我现在要出门出去开一个会 跟我的学长商量一下一个旅游的项目合作 因为最开始在很久之前 隔片要拖着吉尾塔 哦我知道那个 是不是他开启了人文片 人文记录短片 对 有时候想想 我们的生命真的很短 时间有限且珍贵 与其浪费在稀松平常的琐碎上 不如尽可能的追求欲望 毕竟我们还能折腾 还有希望 他就跟我说 他说 真的决定你一个公司能做多大的 不是你能 派多少片子 不是你能垫多少款 就是你能垫三百万你就能吃下六百万 今天晚上就吃点饺子 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吃中餐了 我觉得 我朋友刚刚约我去喝一杯 然后晚上可能还会蹦迪什么的 然后听他讲 等一下可能会有很多帅气的小哥哥 所以我刚刚去补了一个口红 这个口红我涂的是完美日记 他们之前寄给我的一个限定的小粉钻 颜色是A04 就李佳琪最火的那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 有一点点那种复古的宗调 但它的饱和度很高 所以就还会有一丢丢的俏皮 我觉得还蛮适合这种场合的 哇这个好好看哦 脸都喝红了 就像三毛曾经面对着撒哈拉问自己一样 我面对北京也思考着 这儿有什么吸引我 你们觉得呢 这儿有什么吸引你呢 我现在刚刚出门 然后打算去那个舞蹈营胡同那边 跟一个朋友碰面 晚上可能会去看 不 晚上是一定会去看Click15的演唱会 现在先过去跟他碰面逛一逛 吃吃饭什么的 你给我点吧 要喝酒吗 不能 无酒精的吧 这个视角其实也挺好看的 就正如前两边 上一个电影 让子弹飞 不不不 它是做什么的 关头公主是它负责的项目 是这意思吗 与人交流总是能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 那种近乎隔绝外界干扰般的沉沦 才会真正的在我的记忆里 长久的留存下来 如果说聊天带给我了什么收获 大概就是从别人的表达里 抽取些经验 来解决自己的疑惑 坐在金兆尹独有的仙气寥儿的环境里 吃着精巧雅致的素食 这种朴实又深刻的韵味 像极了北京给我的感觉 声音是脆弱的东西 转瞬即逝 但音乐呢 猜猜相反 音乐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视角 那些我们原本看不到的视角 那些我们原本看不到的视角 说这是你们看过 他们对片最精彩的影响 今天这个天气简直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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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鸡是哪儿的 应该是 好像是月餐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茄子面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三杯鸡 这个是半条鱼也是招牌 哇逛到这边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小双子 下声娃了 哈哈 雖然我看不太懂 但是真的很好看 我想到了成都的 IFS的大熊猫 好敏捷 好像是雕的老鼠 四老鼠 哇哦 酷 今天来打卡一下这个喜茶 这个是芋泥菠菠 这个是多肉葡萄 都是口味比较好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靠窗户的 我以前想过 想拍一个那种主题 就是窗边 就拍各种各样的店铺 或者橱柜的那些窗边 各种各样的故事 每次看到这种建筑 我就会想起来 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现在来逛一下这一家店 这个我之前有在淘宝上 看过网上的那个店铺 哇他们这个还有一个楼上 简直太舒服了吧 一个看见衣服 走不动路的少女 是不是陪大陪大了 我找一个的小点灯 诶 你的这个好看吗 配着白色的吗 嗯 挺好看的 怎么办 就是写着我的名字 在衣服上下的 好看 嗯 好看 好看 这样戴才好看 你要板住你的冷裤的气质啊 嗯 这个试衣肩贼好看 因为它光影也好喜欢 你看这些裤子好看嘛 这个感觉还不错 这一件还挺好看的 这种BF的风格 颜色我也很喜欢 天啊 这个裤子 真的有人可以穿得进去 你太瘦了 你真的太瘦了 减肥成功了 它这种设计好贴心啊 可以吧 可以 但我觉得这两个衣配的颜色 还特别好看 嗯 是吗 是 这个 就绿色的 嗯 闪香 很显白啊 嗯 是 这个版型好看 我疯了 这个好看吗 好看好看 这个好看 来 来 我觉得这两个外套可以二成一 这个一样好 这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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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的一样 然后 那个什么 黄色的外套 对吧 嗯 黄色外套一样 哦 这个一样 怎么办 小姐也说她有这种拉个玫瑰花 哇 好看的 厉害的 就像买房子的关键室 位置位置位置一样 在七九八开店 我觉得你必须秉承着创意创意创意的理念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获得你顾客的交流感 我现在到了一个文具店的门口 然后面积了一个手帐博主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贝拉 我们现在来逛那个本子室多 属于手帐儿的面积店铺 我买了好多年了这个品牌 看到了我的同款 这新出的收纳袋 最好看 我现在拿到了他们马上要出的一些新品 这个是我之前用的那款护照本的升级 现在是标配这种PVC的套 我觉得这一块的配色超好看不到 这个设计好 这个我喜欢 它还有一个圈是可以扣上的 只不过我们这些都是 比如说半成的 但这种本子就很个手你知道吗 你们可以 那你们可以把它设计一个 那个可以撕的呀 才接线是吧 对 你有今天那种商业的单吗 没有来找的吗 把这个发给我们 合作一波好吗 对 现场合作 下次我们要做发发 我找你 也没问题 哇 这个串上面有知识 这也太诱人了吧 看到了吗 卡路里在燃烧 你那种外文图书 用的那种水 这个成本会高吧 最大的缺点就是 如果你拿钢笔写完了 干了以后 前套和后套它是会不重 我觉得写字会很显朵 好 能和一堆手杖同好们一起吃着美食 探讨文具 这比在网络上看一百个视频都更有吸引力 人类自始至终都是害怕孤独 热爱陪伴的 不然怎么会在茫茫无边的宇宙中 热切地寻求其他智慧生命体的存在呢 我们今天中午到三里屯来吃这一家The Rock 刚刚跟布朗聊天 我觉得北京的这个秋天我实在太喜欢了 这个温度超舒服 我可能下个月就会翻过来住一个月 我们点的菜来了 这个是香蕉培根松饼 然后这个是一杯 这个是牛油果的一杯拿铁 然后这个是一个手撕牛肉的伴尼迪克蛋 还有一个他们这边Top 1的酸奶 哇 我喜欢长心的蛋 我们现在刚刚吃完午饭 然后现在到这个三里屯的3.3大厦 跟一个中古店的老板约在这边见面 因为周末的后面两天有那个拍摄要跟他店里进行 所以呢 我们今天先过来看一下景观 你看店里全都是那种超级少女的感觉 这个春衣单纯真实 超好看 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 那几天都泡在各种中古店里 有点沉沦 虽然不太能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吸引我 但有时候就是这样 事物的吸引力可能不是来自于它本身 而是附加上去的那部分 放一首我JJ的不吵不用花钱吧 面胶吗你们是 面胶 哦 都说我JJ是黄牛杀手 结果还是买不到 我唱片帽 是你最美的气号 我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终于找到 心有淋湿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今天来吃这一家店 叫花厨 好像环境特别的好 刚刚特别搞笑 就我们两个想坐到这种 这个高的吧台上面来 然后所有的服务员 就把我们旁边的这个餐具 全撤掉 这个吧台已经被我们俩承包了 太爽了 这也就不好意思了 不如其来的惊喜 传说中的彩虹卷 然后这个是甜辣酱 沙拉 这个是半只烤鸡 然后这边有南瓜 这里简直太适合约会的时候 来了好吗 这种花卷真的值得一试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要出发去拍摄一个视频了 现在我的团队前面两个小哥哥已经过来了 车里其实还好 不用带吧 现在还可以吧 试一下吧 你记得第一遍故意说错啊 就不给你这个机会 我们一遍过啊 开了吗 等一下 好 等它平稳一点 每次来北京我都觉得有很多警戏在等我 你知道这座城市它总是有一种秩序的美感 正在省天的无忧 哎呦我感觉你好胖啊 你看它是我瘦的 不是啊 你看我刚刚说你瘦 你说你不想跟我交流 你不想跟我说话 现在我说你胖 反而得到你的亲爱 哈哈哈哈 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 这就是当代这个渣女你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买 试一下吧 哎呦是有点意思啊 那天我累得不行 问老白 你不困吗 老白说 困啊 但我一拍片就不困了 还真是和大学时候一幕一样 我想 一份工作如果常常能带给你骄傲 愉悦和兴奋感 那就义无反顾的跳进去吧 无忧已经试到第五套衣服了 终于终于终于要结束了 我们来到七九八创意园 还在拍吗 这段拍的意义是啥 哇这个好赞啊 是不是写着我名字的墙 得了没注意 你不懂这梗写着我名字的墙 就是说特适合我 能拍出它那种弯曲吗 你知道我到北京来了 这几天呆了 我都说了感觉自己有惊枪了 就说话这样的 饿死了 饿死了 赶紧吃晚饭了 是 治愈一下 无忧说这个夜景 西南石油也有 你当年西南石油没差别 但是西南石油现在已经没有无忧了 冥冥之中我好像接收到了一个信号 来自北京 来自北京 你要不要 说不过 你回来自北京